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它扩张的脚步也没有慢下来过 早期这个字节跳动是一方面大量收购了新媒体 社区 NCN等等内容员 一方面是收购一些内容创作 团队协作等工具型的产品 那么围绕内容创作与工具 来为近日头条和抖音等等这些平台性的产品提供了动力补给 2019年字节一方面宣布进军教育行业了 另一方面游戏制作发行方面开始悄悄布局 在20年内要字节跳动围绕着内容和教育两个领域 又并购了9家公司 内容方面就包括百科名医 1024科技 还有就是绝经等社区 内容型这样的公司比较多 当头条的内容质量是足够巨大 百科知识类建立完成 依托其不俗的一个技术实力 搜索引擎这块蛋糕 势必要是抢了一大块去 那么这个教育领域当中 2020年字节跳动上线了自己的系列在线教育产品 就比如说呱呱龙英语 呱呱龙思维 呱呱龙语文等等 那么同时在20年的8月是收购了 幼儿数学这个素质教育品牌 你拍一 以及一家智能台灯厂商大力智能 游戏方面 19年的字节跳动 开始布局小游戏领域了 上线了包括小美斗地主 战斗少女跑酷等小游戏的项目 去年并购了一家手机游戏开发商 指鱼智善 在云计算和AI服务方面呢 字节跳动是收购了PaaS的服务商 财云科技 此外呢是为了支付业务合规 要字节跳动通过并购合众支付 获得了这个支付的牌照 那么说完字节 我们再来说一下腾讯 在去年的时候 腾讯是并购了八家公司 可谓是文娱内容的大风收年 那么在去年腾讯在对外投资上 几乎是再创了高点 参与了173起投资事件 那么20年9月底 搜狗是宣布已经 只有私有化交易 是达成了最终协议 将成为腾讯控股的 间接全资子公司 腾讯是将以每股9美元的价格 来收购搜狗的其他股份 那么这笔收购腾讯是需要再花 大概是21亿美金 就完全拥有了搜狗 在腾讯业务体系内 搜狗会将成为其在搜索引擎 甚至AI领域布局的重要一环了 同时随着字节跳动的巨量引擎 近日商业化上线 这也意味着百度一家独大的搜索引擎市场 格局正在被万万的瓦解 沉寂多年的搜索引擎市场 被互联网巨头们再一次点燃 那么除了这个搜狗之外 腾讯今年花了大钱还有一笔 就是大约是15亿美金 是收购了谁呢 是乐游科技 那么这一笔收购背后 这个腾讯或许是看中了 乐游所拥有的海外3A游戏开发商 以及众多的IP资源 那么此外呢 在文娱社交根据立志上 腾讯是不断地在巩固自己的护城河 在去年4月的时候 其旗向这个全资资公司 已是大约是2.63亿美元的现金 是向婚聚购买了虎牙 约1652.38万股B股 交易完成之后 腾讯是成为了虎牙最大股东 同年8月腾讯也并购了 网络动漫IP的孵化与整合运营商 百万文化 9月在短视频领域 又以5000万美元收购了 短视频工具服务商VUE 而另一边的京东 他的这亲儿子们 也是各个表现都很亮眼 比如说京东树科 京东物流 京东健康也都纷纷递交照顾书 其中已经顺利上市的 这个京东健康市值一度是突破6000亿 在雨衣丰满的同时 京东也是继续扩展电子商务的领域 没错 在去年的时候 这个京东系是并购了6家公司 包括4月时候的海伪科技 和5月时候的猫库 那么这两家公司 此前是都有接收过 来自京东的股权投资 在7月的时候 京东还逼购了内地的第三大 家电连锁零售商五星电器 进军了家电线下渠道 那么在8月的时候 又收购了工业用品供应链 电商公司公品会 同月内的京东物流 又以30亿收购了跨越速运 那年底 巨头们掀起了一个社团的 社区的团购大战 京东宣布入场一方面收购了 原美菜往旗下的社区团购项目 每家买菜 那一方面它又通过子公司投资 新盛优选7亿美元 那一月份京东又上线了 一个新的社区团购品牌 叫做惊喜拼拼 那么再说到阿里巴巴了 在去年接近年尾的时候 阿里巴巴的日子 是变得不好过了起来 一边是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 一边就是遭遇到了反垄断调查 那么全年的一个投资并购 活跃度也是有所下降 共计是并购了5家公司 不过虽然说是出手的次数比较低 但是每一次都是超大手笔 就比如说它是以36亿美元 收购了高薪零售 有人分析 就是说这是阿里在针对 线下零售数字化改造方面 树立的一个标杆 另外阿里健康以80亿港元 收购了天猫医药 被看作是整合天猫平台上的 医药电商业务的持续推进 此外我们看到阿里巴巴分别于 去年的1月和8月 也并购了SaaS整体解决方案客 如这个儒云 还有第三方的电商物流供应链企业 还有这个 这企业叫新仪科技 没错 这百度去年的并购 是达到了4家 其中最受瞩目的是 36亿美元收购了YY直播 一方面百度在短视频领域 是一直是比较表现疲软的 虽然说是推出了多款APP 包括好看视频 全民小视频等等 但是好像也都没有什么 很大的水花 对于这一笔收购 李彦宏自己就表示说 直播作为一个独立的业务 可能上升空间不太大 而如果可以和其他的业务整合 就会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 值得关注的是 百度这次收购 YY的价格与阿里收购 高新零售相当 但是YY能不能创造出 等同于高新零售 带给阿里的利益 短期内怕是很难说 因为除了这一单收购 其他还包括了 6月并购智能手机 应用云平台红手指 7月收购小鱼在家 9月并购云计算公司 T2 Cloud云图腾 此外围绕云计算和云游戏等方面 百度正式收购红手指和云图腾 也是起到了一个 完善自身业务的作用 此外我们也观察到 还有包括快手 Bilibili 协程等等这些公司 也活跃在了去年的并购市场当中 20年对于在线旅游行业来说 是相对黑暗的一年 疫情是带来了影响 让不少的线下旅游项目是关门了 那么协程就作为OTA领域的老大哥 20年自然也是对于这种打击 进而是影响到了协程 在投融资方面的动作 快手并购了赛瑞斯洞 与YTG电竞俱乐部 补充自己在直播内容方面的 意图非常明显 此外也是为了支付牌照 收购了一连支付 Bilibili方面偏向于内容领域 而是收购 则更重视变现业务方面 当前的Bilibili在不断地 开阔新的收入线条 以摆脱单一的 靠爆款游戏的营收组合 那也先后上线了大会员 Bilibili商城等等 这些模块来易于变现 其实我们看到 去年对于很多的内地大公司 来说是通过买买买去扩张 那已经是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 而是要守住自己的阵地 要加强自身的一个数字化建设 这个作为深根的一个基础 才会显得更为的重要 适当地放慢脚步 看一看前方的风景 也许才能做出 更加正确的决定 好 这一时段的财经世界 就先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